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两分钟 帕尔默在禁区湖顶处接到传球 来一脚近射 门将把球扑了出去 两分钟后 恩佐比费尔南德斯进区内守球 但是 因为是反弹球 裁判并没有判法点球 第二十分钟 米德尔斯堡在遭打击 班古拉在拼抢中也受伤了 不得不被换下 克拉克替补上场 切尔西真是倒霉 早早进行两次被动换人 八分钟后 马多埃凯在右侧强行带球突破 突入禁区后 小角度射门 但是 皮球被破坏出去 第三十分钟 帕尔默获得绝佳单刀机会 但是 他的推射却踢偏了 真是不可思议 浪费机会的切尔西很快就遭到惩罚 第三十七分钟 米德尔斯堡进球了 琼斯在禁区右侧送出横传球 哈克尼门前包抄推射 皮球应声入网 主场球迷狂欢 半场捕食阶段 凯赛多来一脚远射 踢偏了 之后 恩佐比费尔南德斯的一脚远射 造成门将扑球脱手 帕尔默门前捕射 面对大空门 竟然踢飞了 真是不可思议 半场结束 切尔西0比1落后 下半场一边再站 第52分钟 恩佐比费尔南德斯 在左侧送出传中球 马多埃凯抢点投球攻门 顶得太正 门将把球没收 9分钟后 加拉格尔在禁区中路背身截球 随后转身扫射 打圆脚 结果踢偏了 第63分钟 切尔西进行换人 穆德里克和布罗亚替补上场 换下马多埃凯 和恩佐比费尔南德斯 第72分钟 穆德里克在禁区外起脚都射 门将稳稳把球拿下 切尔西屡攻不下 最终 切尔西爆出大冷门 以0比1输给了米德尔斯堡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点击右下角 订阅收藏不迷路